媳妇 怎么还不上来 我找个东西 早不找晚不找 这个时候来找东西 我都已经爬上来了 行行行 我来给你找 好了吧 真的是默默唧唧 稍微忍一忍啊 我看有的小朋友又忍不住了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时隔一年之后啊 霸主又来到了这个亚马逊雨林 不过这一次啊 我可不再是单身了 我带上了媳妇米娅 上来之后呢 运气不错 我找到了一个帐篷 哎 收拾收拾 把吃的罐头拿出来 咱就可以去休息了 先去搭一个萤火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搭萤火 帮我进去我要睡觉 哈尼 去把萤火搭一下吧 好家伙 这么点距离 跟我用对讲机讲话是吧 就不能出来说吗 把门开开 我进去说也行 哈尼 去把萤火搭一下吧 拜托 把死了 OK 完成了 好 我们继续站在房门口 用对讲机跟媳妇聊天 它是个什么形式的呢 就是 因为找不到打火机 所以我得做一个手摇钻来生火 树上有些干叶子 咱们给它摩擦摩擦 它就着了 好嘞 任务完成 可以睡觉咯 经过了一晚上的聊天之后呢 我起了个大碗 但是米娅好像已经离开了 不过我在桌子上发现了她的留言 让我醒来之后用无线电联系她 还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哦 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怪不得给我准备了礼物呢 看看是什么礼物啊 原来是我的太阳能手表 拿我的东西送给我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帐篷里的其他信息 参与仪式者服用死藤水 会产生幻觉并获得灵性启示 亚巴瓦卡人似乎很害怕我们谈论他们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咱都是老乡 我的方言甚至比他们讲的还好呢 通过对讲机 我了解到Mia已经到达了野人的村子里 她是一名人类学家 具有出色的语言功底 能够和野人正常交流 不是 这活我也能干的 你们看 这有一株船子草 先收着 以后可以用来制作绷带 接着我们还要去找点烟草 毕竟野外毒虫非常多 不过周围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烟草 这有根绳子 咱们爬上去看一下 当然 如果你们在野外可千万别乱爬 毕竟我是练过的 平常跑跑步 游游泳 攀攀岩爬爬绳子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吧 几秒钟就爬上 喂 老婆 我摔跤了 我手伤了我检查腿干啥呀 Mia 别担心 就一点小擦伤 我当然记得怎么处理伤口啊 是不是要用船子草 就周围有黄色花朵的那个 好的 那我现在就到包里找 将船子草绷带付到伤口上 Mia 我包扎好了诶 哇 痛得要命哦 黄眼之间就到了第32天 Mia 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Mia 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Mia 她怎么不回复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Mia 跟我说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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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Mia A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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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 哈老 哈老 JEFF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there 好,來吧,說給我, Jake 你怎麼回事